歡迎收看WC Watsons Classics Watsons aka My Watsons 今天要介紹的人物是山本耀司 出生於1943年的山本耀司 父親在一歲時就因為戰爭過世了 母親因此開始學習裁縫並努力工作扛起家計 以前母親辛勞了他為了不讓他擔憂 也假裝自己是個好孩子 進入有名的慶應大學就讀法律系 但也在這時候他決定停止這一切 他覺得自己已經做得夠多了 他想要自由 所以畢業後他請求母親拉塞他的裁縫店幫忙 但他的母親卻非常生氣 經過兩個禮拜冷戰後才答應他的請求 並要去文化服裝學院就讀 學習裁縫技巧 而也是在入學後他才知道有時尚設計師這個職業 畢業後他得到學校的獎 遠赴巴黎深造一年 但當時他卻感到十分絕望 因為那時候的高級訂製服漸漸視為 他才開始做成衣 但要學的是高訂而不是成衣 在現實的衝擊下要決定回到日本 回母親的店裡幫忙 而在這期間 總是會有許多漂亮的女性到店裡訂製衣服 但並不喜歡這種為了學男性 而可以強調身體線條的服裝 不想要為獨立的女性做更加男性化的女裝 The customer request do always feel like a customer request do always like a they wanted to become very feminine, very sexy, very like dolls and I hated it and gradually I started wanting to create my own new line for women because the orders were too garish. So I wanted design kind of manish clothes for women from the beginning. Very often my customers they they didn't pay by their own money or their partner paid so I was shouting in my mind bitch I couldn't stand on designing Beachy's clothing. I was searching for some independent women 也因此他在1972年時成立了WISE,但公司前三四年都在虧錢,後來仔細思考 雖然在日本做不起來但也許巴黎會很懂他的設計 於是抱著這樣的想法1981年時他再次回到巴黎並開了一家小店 巧合的是開店當天穿酒保齡也剛好在巴黎的飯店辦酒 當時他們在時尚圈掀起新波蘭 雖然大部分的時尚記者們都不能接受這樣的作品 但採購們卻十分喜歡這種心理的設計 他們使用大量的黑色並採用破壞與不對稱 對當時人來說他們的作品是很骯髒且醜陋的甚至不能被稱作服裝 那為什麼他要用黑色來製作單色調的服裝呢? 像在東京、New York、Paris 有很多人在外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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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外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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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城市場上看著很多衣服 很多衣服、很多衣服、很多衣服 很多衣服、很多衣服 我看得很激烈 因為我感到不可能 我感到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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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眼中的視察 變成為恐怖的色 所以我會在不可能 我會在不可能 我會用黑色的色 黑色成為了山本耀司的代表色 也因此黑色成為了山本耀司的代表色 他曾說過 黑色既謙虛又傲慢 慵懶聰傲卻神秘 但總結一切 黑色在說 我不煩你 你也別來煩我 他被形容為時尚的黑色詩人以及大師 不過雖然被視為大師 但其實並不喜歡被稱作時尚設計師 因為他討厭時尚 他認為時尚是一種趨勢 也是我們所呼吸的空氣 所以很自然當發生某些變化時 我們就會被污染或影響 他想要逃離這些東西 他就想做自己 你也知道 我們快樂的時尚 和大型品牌的時尚 他們斷了時尚 很可憐 很可憐 我沒有走過 最主要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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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個很軟的風格 所以它沒有成為大型品牌 但我一直走過這很軟的風格 直到現在 有趣的是 雖然它反時尚 但卻不斷創造時尚的新潮流 始終有一將時尚和運動結合的 Y3最大眾所知 它會主線中垂墜流暢的線條運動 俯視結合 讓世人知道 原來運動也可以很時髦 我會想給人驚訝 在唇人們發覺 有些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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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每次都在建立 新的世界 新的風格 新的風格 有些風格 我們現在的風格 我們要做 新的風格 也要做 做出一個風格 我会变成了一个人的兴趣 然后会惹人们 他们会召唤 这些是太多污烈的 太多污烈的 但他们会接受 因为它有意义 这时的色彩是很暗的 everything is dark I'm shouting in my mind won't you come in the shadow staying shadow is very comfortable I'll keep on doing my duty every season every year every moment maybe I will not have retirement life and during working I fall down this is my dream I would like to shout to young people especially young designer or young student and simply be yourself you okay and start copying which you love 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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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end of copy you will find yourself t you know you know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